在台湾有2100万会员数的LINE即将进攻音乐串流平台 最快7月将在台湾推出LINE Music 日本从2015年开始推出 目前歌曲数量多达5400万首 截至今年5月活跃用户超过1100万人 是日本串流音乐的主流 苹果新闻网记者在东京体验日本版本 下方选单有四个选项 实际操作起来有三大特色 使用LINE Music就可以把自己喜爱的歌曲 设定为LINE来给铃声 还能自由编辑段落 再也不会搞不清楚是谁的LINE电话在响 LINE Music有动态歌词会随着音乐反律 直接点击想要听的歌词 音乐还会自动跳到那个段落 但不是每首都有这个功能 曲库中的所有歌曲 都可以设定为个人背景音乐 在个人档案下方会看到曲目 与朋友的对话聊天室 也能设定自己喜欢的音乐 按下去就能边聊天边听歌 日本LINE Music底色是白色 但台湾日前公开代言人李文的宣传画面 界面是黑色 预估台湾版应该是黑色底色 售价方面 一般民众一个月要200多元 与KKBOX每个月约149元相比 价钱稍高 不过首播上线预计提供30天的免费试用 让民众尝鲜 富看东新闻东京报导 老燕 怎么能不看苹果台 苹果台全新上线 6月18日参考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thuk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